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你们收看这个《心灵加油站》 我叫姨恩大安 我想讲一下当面对疫境或面对困难的时候 如何去认识和选择自己的限制 要接受自己的需要 想我自己的故事给大家听 从中彼此的交流下 九年前,我太过身 对来那是一个很大的疫境 很大的难处 不过我都不认识自己 我有多少的问题 有多少的限制 我远都继续工作 拼博 上班 下班 我是牧师 我又帮助其他人 不过其实在你那边 我会不开心 我会不想吃饭 我会不想出街 我会不想买衣服 但我不太觉得这是我的自己需要 直至有一次 当我有个需要 有个求助者找我帮忙 他说 所以我帮一个我不认识的 可能患有精神病的一个朋友 对我来说 我要学习 重新认识精神病的需要 所以我就在建议的时候 翻开一些书 再看一看 自己认识一下 有什么需要留意 我看一本书 讲到骨症 当时我以后只是症状 会不想吃饭 会不想出街 不想见人 还有他说到 一个丧偶的人 患患症的情况 可能会有超过三分之一 甚至一半的可能性 我心里对自己一个警觉 我自己都面对困难 如果我都不知道自己的需要的话 他说 万一我都好像橡筋那样断了 或者我就患病的话 那我怎么照顾我的儿子呢 当时我儿子是大约十岁的时间 其实当时我正是面对很忙碌的时间 工作很多 很繁重 甚至当时因为一些原因 我在学着禁食 有些时间我会不吃饭 我会希望可以操练自己 不过在当时看这本书 他自己有一个性格 其实我要学着 接受自己有自己的需要 学着自己有自己的问题 所以当时我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第一个 第一件事做什么呢 我第一本书去吃饭 和自己聊天 和自己关心自己的需要 接受我有这个可能的需要 不开心 然后我才开始学着 认识自己原来都有我情绪的需要 自此呢 我更加知道原来 当我面对困境的时候 我第一个不是要处理问题 或者解决其他人的事 第一个就是 承认自己都有需要 学着认识自己 在这件事对我来说 很开心认识 原来当我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都有情绪的需要 及接受问题 我时间有学习 接受自己 知道自己有需要的话 要让自己有一个休息空间去面对 另外就是 我开心 有一个上帝 他认识我 他帮我照顾自己 走过一些困难 慢慢可以开心 吃饭 行街 提起 多谢大家